第八届全国大专生太阳能模型车竞赛在高映大登场 来自全国13所学校有25支队伍来报名参加 从实作到户外试车同学们都起立完成 由于是太阳能的模型车 因此模型车的驱动就得靠阳光 太阳光的强弱会影响到比赛的结果 大家都想抢这个冠军3万元的奖金 一二三 参加学生忙着把自己设计创作的太阳能模型车 把握在开赛前在98公尺的模型车轨道上试车 要测试模型车在吸取太阳能后 车子能飙夺多快以及流畅度 这次想要设计看看能不能够有假轨跟轮胎坐在一起 所以我们前面这次小课是轮胎 然后大课这边是假轨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接触面积 可能对速度会比较快一点这样 刚刚有那个电片跑出来 然后就是所以然后还有就是轮子有撞到 然后有摩擦所以要改一下 试车发现问题同学赶紧修车 而发展太阳能车出名的高音大 这次特别举办大专生太阳能模型车的竞赛 已经是第八届 要学生比创意飙速度 也吸引全国13所大专院校 包括正修科大 陆军官校 南台科大等共有25支队伍来一较高下 因为你从设计开始里面一定会面临到很多的问题 那让我们也学习到面对问题怎么来因应 这个经验是很难得 就好像你们设计的那个车子 我相信你不会一路上都很顺畅的 测试轨道的 就是要把轨道弄到平速 因为有些参赛者就是可能轨道会有突起雾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先用我们自己的车子下去帮他测 如果坏掉的话是坏我们自己的 如果坏他们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难维修 太阳能模型车靠的就是阳光来发电驱动车子 也因此阳光的强弱和车子的性能就可以左右比赛结果 同学们绞尽脑汁拼创意尬速度 就是希望能报回第一名拿到三万元奖金 港东新闻许富天林玉信 采广报道